看看新闻网 刚担任马年春晚总导演时的情景 而今年已到九月中旬 到底谁来掌勺阳年春晚 依然悬而未决 显然已经有为春晚大事 早启动早落实的常规啊 2015年的除夕是2月18号 虽然春节比往年略有推迟 但满打满算也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 记者致电央视春晚负责宣传的丁女士 问及2015年春晚导演名单 何时公布进行到什么阶段的时候 丁女士的回应只有4个字 尚未启动 对于网络上流传的阳年春晚 将停办一年的消息 这位负责人表示不方便做任何回应 与央视内部的悄无声息相比 观众们可是按捺不住了 已经开始给阳年春晚提供节目名单了 想春晚的时候要看到过去美貌 然后就想看到那个小时代 我希望住久了还能在上次春晚吧 都明君 可请可必来嘛 比方说以前的林志玲啊 什么SN1啊之类的都还可以 对于阳年春晚总导演的难产传闻 有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 那就是春晚总导演 绝对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柴神 2014年的马年春晚央视通过败聘的方式 邀请到了冯小刚出任总导演 希望冯导能够除旧大新 给春晚带些新的气象 但结果是冯导虽然心思用尽 但仍旧面不了遭受网友的一通口诛笔法 而阳年的春晚有消息称央视 还是回归到了从内部甄选导演的老路子 曾经连续三届出任央视春晚执行导演的 吕逸涛被指极有可能执掌阳年春晚指挥棒 去年是冯小刚对吧 张一某也可以试试啊 外屏效果不给力 内部甄选竞争大难产的春晚 让人伤透了脑筋 不过当下观众为何还对春晚寄予如此厚望呢 网友又顶真了 不过也是一句实话 那就是没有春晚 我们过年找什么话题去吐槽呢 《月乐星天地》没有春晚真的可以吗 编辑不到